老铁们,我现在来到了江苏连云港填湾核电站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说这里的核能供气工程 蒸汽在我们平时生活中的运用场景还是很多的 像是蒸汽熨斗,蒸汽托把,蒸饭等等 而在工业上,蒸汽的应用就更重要 阿弥陀佛 这工业上用的蒸汽不会是靠烧煤得来的吧 那多不环保啊 俺老朱家就靠着天文核电站做核产业这么多年 这里依旧山景水秀,怎么可能不环保呢 没错,现在咱们江苏连云港已经找到了零碳清洁供气的完美解决方案 能大大减少碳排放,就是核能供气,采用蒸汽转换方案 由三个回路构成 首先呢,一回路产生的热量通过蒸汽发生器把二回路的水加热 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通过抽取部分蒸汽 在换热站中将海水淡化厂生产的淡水加热成为符合工业标准的蒸汽 加热后的蒸汽经过三回路管网传送到徐维新区石化基地 这样就能把核电厂产生的热量变成符合工业用途的蒸汽 供实化基地使用了 而且现在二三回路中还都设置了辐射监测设备 能够时时刻刻告诉我们 这蒸汽的放射性就跟自然环境的本体一样 让我们看看公屏上网友的提问吧 核能供气整个过程都安全靠谱吗? 当然靠谱 田门核电站三四号机组是VVER1000形压水堆核电机组 机组拥有四道安全屏障 经过四道安全屏障的保护 可以保证机组的二回路蒸汽安全清洁 田门核电站基地跟石化基地可是隔着好几道隔离屏障 加热蒸汽的过程里只有热量的传递 不存在物质的接触 我懂了 就相当于我经常吃的自拍锅 下面的加热包产生蒸汽加热上面的火锅 但两者之间并不基础 加热包不会弄脏了我的火锅 我看这附近有条绵延几十里的长虫 是个什么妖怪? 哈哈 这是我们的核能供气管道 别小看了这管道 可创下了七项全国第一 它是国内第一条超大口径超长距离核能供热蒸汽团 可实现三十年那一介质平均温降不大于每千米1.75摄氏度的蒸汽供热管网 远超行业标准每千米3至5摄氏度 同样也是国内第一条管网沿线设备供电采用风光雾部供电 减少碳排放 助理生态环境建设 核电站就该发电吗? 为何要供气? 你这泼猴 这其实是核能综合利用的创新模式 核能供气是对核电站余热排放的一个改良优化 不仅提高了机组工作的热效率 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绿色发展 对区域大气和海洋环境也是双倍的贡献 助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确实是一举两得 那么我们供气具体怎么运输又送到什么地方? 蒸汽通过这些预热架空保温管道 运送到距离这里20公里之外的连云港徐维新区石化基地 以保证园区内大型制造业的蒸汽需求 每年向石化基地供应每小时600吨工业蒸汽 年供气量可达480万吨 项目每年减少燃烧标准为40万吨 等效减排二氧化碳107万吨 二氧化硫184吨 氮化物263吨 相当于新增植树造林面积2900公顷 相当于2.5个花果山大小 同时可为石化基地节省70多万吨碳排放指标提供了更多的环境空间 真不错 我马上回天庭复命改日来签合同 老师兄不好了 师父又被药卑抓走了